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将学到2分钟配置免费的16G内存4核CPU400G硬盘的云主机教程让你简单使用位于美国的windows2022远程云服务器 我是老罗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崭新的数字生活 数字生活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觉得好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实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来召唤 好我们这期视频主要是说两分钟配置免费的16G内存4核CPU400G硬盘的美国云主机的 其实准备还是需要这五个部分 首先是账号的准备需要一个Github账号来配置这个云主机 第二个邮箱准备 任何邮箱都可以 主要是申请远程桌面软件接收用户名和密码用的 第三个是代码准备 罗叔会在视频下方描述栏提供具体的下载链接 这个就不用担心啊 第四个是配置调试 通过使用代码进行配置 修改代码中的邮箱地址 然后激活代码 使代码运行 最后远程连接并使用 这台免费的云服务器 最后一个是耐心 这个就是四个字 稍安勿躁 好友情提示一下 网络的任何免费资源的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使用上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我们在此仅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想要完全满意 你可以购买收费资源 罗叔在此表示理解 这里还注意一下 对于本频道所有的视频根据时效性 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这个置顶评论 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 我们先打开github 然后new 先创建一个仓库 我们的名叫豪羊毛 我们点击创建一个文件 这里我们记住敲入点github 写个 好 又组建另外一个空格 敲入workflows 记住后面加s 好 在鞋看后 我们打入测试拼音 好 确认 好 这样文件夹和文件都创建好了 其实这测试没啥用 我们是为了创建文件夹的 好 我们现在upload文件 我们就把我们的代码文件给拖拽进来 这老罗 罗叔这边会给你们提供这个文件的 直接拖拽进来就好了 其实这个文件就在workflows下面 我们这边起个名叫豪羊毛 好 是yml结尾的 大家打开这个文件 看到有一段里边让你替换你的邮箱 好 我们打开getscreen.me这个网站 这首先要提前注册啊 把这个注册的邮箱给它粘贴进来就行了 我们现在复制一下 把它粘贴进来 这个网址我们也会放在这个描述栏中的 好 打开编辑 我们注册账号的这个邮箱给它粘贴进来 保证邮箱getscreen.me和我们配置的文件关联 好 现在打开actions 找到右边的点runworkflow 点runworkflow 给它跑起来 这个大概要两三分钟 稍安勿躁 好 build已经在开始跑了 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我们点开它 看到已经在setup job downloading and setting up 好 下载好了 然后看到这个runpathon 其实就已经在跑了 我们点一下permanentaccess 在getscreen.me这个网站里边 点第一个 好其实已经有了 这个远程桌面已经进来了 我们点一下老罗这边开了两个 其实只要你们只会看到一个 点其中的你们看到的那一个就可以了 好 在这里再进行远程连接啊 好 点第一个啊 好 这样我们就进来了 看右下角啊 windows server 2022数据中心版啊 好我们把这个状态调给它调在右边 调在右边好操作一点 就要和我们使用习惯一致 觉得分辨率不行 可以调一下它的分辨率 这是一个纯英文的windows 2022服务器版的桌面啊 好 我们现在来调一下它的分辨率吧 1024乘768的还是比较低的 调一下1280乘800 好 这里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桌面上的chrome Fivefox很容易闪退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啊 有可能你查一个网页 它就自己突然就闪退了 这是whore.net 这个网站是不被支持的 所以打不开 我们来换另外一个网站啊 我们在chrome上面来跑一下 看看IP地址 还是老三样啊 好 看到啊 这个是它的IP地址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呢 fast.com 看看它的这个网速是多少 其实上下行基本上是2G左右 有时候好一点能够达到3G左右 基本上是2G左右的一个速度 你看闪退了 闪退怎么办 用它的age 它的age浏览器是最稳定的 不会有这种闪退的现象 所以我们打开它的age浏览器 对它进行粗屎化一下 配置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老三样啊 whore.net 这个是不行啊 它已经不给访问这个网站 这是这台服务器的防火墙限制啊 好 我们一边打开fast.com 我们一边打开speedtest 我们都比较熟悉的 我们看一下速度啊 其实就是2G左右 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但是平均速度在2G 这次测速不算快的啊 1.4G 其实要够用了 这个也是够用的 你看上面download 1598 看upload多少 差不多 这次测速在1.5G 完全够用啊 基本上的1.5G 这次测速 这是低于罗书之前的测速的啊 之前罗书测速基本上在2G左右 好 我们再开一下 油管4K 看看它的速度怎么样 那肯定是不会差的嘛 其实如果大家不习惯的话 可以安装一个todesk 或者ZeroTire这个软件 就可以自行从自己的电脑 远程桌面登录了 也就可以跳过 这个远程登录的软件了 getscreen.me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测试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配置 到control panel里面看一下 这台电脑大概是配置是什么样 是不是罗书所说的16G 内存4核CPU 看一下啊 16G install the RAM 对吧 CPU是2.44GHz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几核的啊 4核 剧透一下 4核啊 对吧 4核 够用了 这个速度 这个内存 这个CPU 再看看硬盘呢 看啊 255G加149G 基本上400G嘛 有400G左右 好 罗书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 再见